Everybody wanna be a superstar If you just ride it She can go real far 箭道 起源于中国的箭术 发扬光大于日本的武师道 现代箭道是一项讲求礼节的运动 当双方对战时 喊声很大 但却非常安全 几乎没有运动伤害 是一项适合男女老少的运动 高雄市凤山区的中正国小箭道队 由王洪杰主任代理 队员共有二十三人 曾经获得二零一三年 全国学生箭道锦标赛 高年级团体过关赛 冠军 一路由王洪杰主任代理 最后一轮 一路由王洪杰主任代理 第一个是号棋 然后后来开始练的时候 如果他們能受得了這種磨練 最後是有興趣 然後他們就真的是要留下來 如果真的受不了那種辛苦 他們自然退出 這個我其實不會特別把他們留下來 剪刀不能輕眼的放棄 跑到一半也不能半毒而非 有些當初都是自己覺得剪刀很酷 就自己進來了 他要考慮他自己有沒有耐差的程度 像他講的一樣也不能說退就退了 這樣根本沒剪刀精神 那你來參加剪刀又有什麼意義 對這群練剪刀的同學們來說 剪刀精神就是堅持 不要半途而非 這道理說起來簡單 做起來可一點都不簡單 舉起來的時候手不要太僵 不要像這樣都僵住然後打出去 要柔軟一點 你要練你的腳這邊小腿 你小腿太軟就跳不出去 那我懂了 好 來吧 拜拜 走 開始 打賴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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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要暈倒了 我覺得他們好厲害喔 我只不過跑一天而已 我整個人就已經快要暈倒了 其實我現在有點想要吐 他們太強了 真是不好意思 柳丁哥哥的肌耐力 真的不是普通的弱耶 相較之下 劍道隊的同學們也太厲害了吧 連一年級的小朋友都很努力呢 其實我是新生 你是新生 然後呢 你練習多久 練習兩天而已 才兩天 那要加油啊 好 妳要加油啊 好 但是兩天我的腳就要斷了 那妳會堅持到六年級嗎 會 是主人邀請我上 兩手 再來是中間 先點先坐在哪 好 先走 一 二 三 我會 剛才拉輪胎的話是主任設計 主任設計這樣 是因為要練背力這樣 練那個拉輪胎 背力是因為要揮劍要有力啊 如果你沒力 沒力 有時候就像軟趴趴這樣沒有用 跑操場 青蛙跳 拉輪胎 這些體能訓練雖然很辛苦 但為了在比賽時有好的表現 大家都沒有抱怨 認真做就對了 好 妳要練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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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他把我很緊 好 沒有 然後打然後停步 那邊有兩個人 我們一開始就定了 湊太近 停 �리 0 2 對 面部就給人家打到了 有沒有 對 你拉到這裡 剛好這個地方 東西線都是空的 懂嗎 懂不懂 這些那個道服什麼 都是我們都有 都是我跟那個王主任去 去目尖的 但是最主要就是學生 他們的學生很有毅力 很舒服 很耐勞 我覺得那些配件 能用就好了 又不是說一定要新的 就是說如果練到打 然後這個劍的竹片斷掉的話 會請主任修理這樣子 別人穿過的道服 護具 一修再修的二手竹劍 甚至沒有一個 合適的訓練場地 這些都沒有影響到 這群同學們練劍道的熱情 反而像王主任說的 這樣得到的成果更甜美呢 我覺得現在整個頭很像被那種 金箍棒框住的感覺 很緊很緊 因為它的那個 就是後面還要綁繩子 然後現在同學在幫我 就是把它鎖緊 就是為了要等一下避免 就是被打的時候不會太晃 大概就是這個感覺 你們有穿護具你們開始學會 劍道的第一刻就是要挨打 劍道一定都是從挨打開始 那基本上你的耐打性 你的忍耐一定要出來 被打到會不會痛 會不會痛 可是請你一定要站好 你再痛你也不能讓敵人知道 唉唷 我很痛 很痛 不要 你可站好 啪 啪 站好 就像他這樣子 站好 站好 欸 你要綁走欸 站五秒 停 因為他們有時候會打不準 就會打到手部以上的地方 就會很痛 第一次穿護具 有遇到比我高很多的 然後而且力道又很大 所以他們每次都剛好 打到我頭頂上 然後那時候就有嚇一跳 說怎麼會那麼痛 忍耐 學挨打 這是練劍道的第一堂課 而李傑 學著去尊重自己的對手 則是劍道的必修課 也是這群同學們 學劍道之後的最大改變 換 換牛天打 好 開始 好 聲音要不長 好 為什麼說聲音要拉長 好 老師舉例來講 好 假如老師今天跟停權對打 好 看到在旁邊的人 你們的感受 我一樣是打到 這種感受 會比較好還是 哪一種會比較好 喊聲有喊出來的話 你可以讓自己比較不會畏懼 就是如果對手很強的話 然後也可以嚇到對手 過幾次出去比賽之後 就知道喊了可以提升自信 然後我就試著去喊喊看 然後有沒有想說會輸的比賽 結果有喊了提高自信 然後比較勇敢出去 就比較勇敢出劍 所以到時候就贏了 一 臉部 二 手部 三 腹部 四 咽喉部位 為了安全 中學生以下的劍道比賽 禁止打擊咽喉部位 五 年 西ity 中學生成功 默一 足一 大緊飽 5 données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加油 不要緊張 不然會綁手綁腳 沒辦法正常發揮 這一位就是 這一位就是沒辦法 沒辦法放開 他沒辦法放開 蔡舟司 他打的時候會哭 很慘 今天來體驗劍道對我來說 是一個全新的體驗 為什麼呢 因為在之前我對於 見到的想像就是一種 他只是一個弓跟手之間的一個運動 可是在今天體驗下來就發現說 其實他不只是弓跟手而已 像是今天有很多的訓練 包括了體能訓練 還有基本動作的訓練 其實我發現在訓練過程當中 每一個動作跟每一個環節 對於這些同學來說 都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個訓練 因為呢 除了可以訓練他們的專注力 然後耐力 肌耐力之外呢 其實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就是去訓練他們對於 見到的一個很新的堅持 中生國小他們的資源 其實不是很足 在見到這方面 不過每一個同學 他們呢 知道在這樣的狀況下 還是很認真 然後很快樂的把握每一次 學習的機會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很棒 很值得我們去學習的精神 我們就是愛運動 大家好 我是天竺書姐姐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可以按下訂閱鍵 這樣可以常常看得到我們喔 還想要看到更多精采的影片的話 也可以看這裡